君の虜になってしま 主計客人問 如果買屋成交的日子是在年中 那它的地稅、水電費和管理費 是應該怎樣計算 以及怎樣去各個部門去檢測這些費用 以大溫地區為例 這些所有的費用 都是會根據你的實際用的日數來計算出來 而在過戶的時候 律師又或者公正人 就會幫你把這些實際的費用計算出來 然後拾離去各個部門 所以是不需要買家或者買家去操心的 而這些所有的費用 律師又或者公正人都會有一張叫做 Statement of Adjustment 上面列明了所有的詳細費用 如果你對這些費用有任何的疑問 你可以聯繫你的公正人又或者律師 今期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地產的問題 請留言下方 我都會一間解答你們 下期再見 拜拜